8号东南列峰或暴风讯号现在还是生效的 天文台话会在下午2点前后改发3号强风讯号 现在先看看强台风尤德最新的位置 强台风尤德中午是集结在本港西南大约250公里 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 而向广东西部沿岸 一起看看外面的天色 现在外面还是灰灰蒙蒙 不过暂时就看不到落很大的雨 也都暂时看不到风势很猛烈 不过天气都不是太稳定 所以大家如果出门口记住戴上把傘 甚至要戴雨衣准备一下 过去几个小时尤德的强度 和他相关位于本港附近的雨带都有一点减弱 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 尤德会在下午在广东西岸的阳江附近登陆 而且逐渐远离香港 预计本港的风力会在下午逐渐减弱 天文台会在下午2点前后改发3号强风讯号 在过去几个小时尤德的强度 和他在香港附近的雨带都有所减弱 根据现时的预测路径 尤德会在下午在广东西部元朗的阳江附近登陆 并逐渐远离香港 下午香港的风力将会逐渐减弱 我们的记者蕭浪文现在就在中环的港外线码头 蕭浪文 待会天文台可能会改发低一点的风球 那码头有没有最新的安排 那码头呢暂时仍然看到 好像去长洲的新杜伦码头 仍然是落着闸的 不过就见到有部份的职员 在大约一个小时前 陆陆陆陆陆陆回来 譬如有些在售票署那里坐下了 好像似乎准备一旦改挂三个风球的时候 可以随时提供这个杜伦服务 昨晚下班 没有船 现在不知道去哪里好 你在这里上班的 中环上班 又住长洲 那昨晚怎么办 昨晚就是今早7点、8点到下班 听到天文台说大约11点到下坡 那边等下吧 现在又说不是 要2点 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这么大雨 眼前就去那些餐厅坐下 现在码头的风势其实都时大时小 好像现在这样风雨都是比较平和一些 但是其实较早之前突然间都会跪一些狂风 突然间又下雨 那经过那些的途人和旅客都要在那里避雨 也有部份人原本是打算坐这个渡轮 来到那里交游的 但是那些旅客都要改变行程 譬如去山顶其他旅游点 去继续今天的行程 不明白 因为今天的天气都很不稳定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不方便 但是天文台作出的宣布之后 有没有多了市民来这儿等船公司开门 等码头开门 让他们进去搭船呢 其实刚才也有部份的市民原本想着昨晚是回家的 坐这个渡轮 但是因为服务暂停了 他们今早就想着搭最早的一班船回去 但是到现在渡轮服务都仍然未恢复 部份人都要继续在那儿等 看看渡轮是什么时候开始 也有些人以为 11点钟就已经有渡轮服务可以开 所以他们现在都唯有在附近 休息着 在那儿继续等服务恢复回 可以搭船 好 谢谢你和你谈到这儿先 另外我们也有记者 聂佩林在中港城的中国客运码头 天文台说下午大约2点考虑改发3号讯号 那船有没有这么快恢复行驶 我们看到船期未有这么快可以开得回 直到2点的船仍然都是取消 因为船公司职员和我们说 其实船拍了在内地那边 所以即使天文台真的宣布 下回去3号波也好 都没有这么快可以开得回船的 那现在这么多旅客滞留在那儿 你认为人数是有多少呢 还有他们有没有鼓噪 人数一直都是维持在几百人左右 他们部分人都是今早6点钟已经到这儿 所以都留了整个早上 他们开始都觉得有点鼓噪 因为原定今天大部分的 团都是会在这里 搭一些船去澳门那里继续行程 但等了整个早上 仍然都未有得出发 所以那些导游都跟团友说 叫他们在附近 找地方吃饭 看看下午会不会有最新的安排 还是有没有需要再在香港多留一晚 和你谈到这里 麻烦你跟进最新的情况 天文台在凌晨1点40分 改发8号风球 多个地区挂起烈风 港九多区都有大树塌 全港有最少36宗塌树报告 最少有一人受伤 高祖仪报道 在8号风球下 近海的地方最感受到尤特的威力 西湾可不时横风横雨 地盘围栏都淋了 半夜打风 码头总比平时多人 知不知道现在8号风球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次要回来 不要来 回来 很近 大风的时候在街上走 都觉得被风吹得有点站不稳 而且听到风吹得缝缝声 最近来都觉得挺冷 在尖沙咀七咸渡南和七咸维交界 有店铺帆帆吹到摇摇欲坠 打烂招牌登箱 最凤必度的天星码头 风雨就似乎没有那么大 它们可以一致排开看夜景 钓鱼也可以 年轻的专程来到风中中落 在红磡年纪大一点的就愿常出动晨运 那天一走 有空就走关了 等着没什么问题 强风之下 红磡基利市南路 有大树连根拔起 打横地倒在整条行车线 差点打中一部的士 消防员到场清理路面 近隧道口一段基利市南路 一度要封闭 有受阻的乘客要下车逃步离开 有先电视机就在高素仪报道 另外澳门也是挂8号风球的 台风由特朝早最接近澳门 中区板张堂巷一间凉茶店 被强风吹闸 而楼一幅一米乘两米的外墙倒塌 砖快散满一地 意外中是没有人受伤 澳门西环大桥在清晨6点半也封闭 工作人员在桥口位拉上铁链 禁止所有车进入 交通警员指挥交通 而中区喷水池和大三巴旅客区 只有少数人去参观 另外澳门航空宣布 今天会取消20班机 包括往来北京、上海、台北 首尔和曼谷的航班 几十个游客滞留在机场